如果您想要快速获取代码,只需在下面留下您的电子邮件,我会发送给您。然而,我们建议您在我们进行时跟着一起敲代码,这样有助于加深理解。 Numpy帮助我们进行数值运算,这是一个受到科学家和工程师喜爱的酷。 Matt Ludley用于绘制图形。它就像数据世界的艺术家,以视觉方式让数字栩栩如生。 该函数生成我们的信号,结合了低频和高频。 这里,我们正在创建一个时间数组。这是我们信号的画布。 我们的信号是低频和高频正弦波的混合。 我们返回时间数组和信号本身。他们在这场波浪的舞蹈中是伙伴。 现在,我们创建我们的低通率波器。它就像一个保镖,只让低频进入。 首先,我们使用复理液变换将我们的信号转换到频率域。 我们将高于我们截止频率的频率归零,然后再变换回来。 我们的过滤信号,现在专注于低频,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的信号将会持续多长时间,以秒为单位。 这是我们表演的舞台。 我们信号的低频成分,就像合唱团中深沉,平静的声音。 高频成分,想象它是尖锐,充满活力的女高音。 我们低通率波浪的截止频率,高于这个频率的不被邀请到我们的派对。 让我们生成我们的混合信号。 是时候应用我们的低通率波器了。 我们正在设置一个大的画布来绘制我们的图,确保它既大又美。 这个紫图将显示我们的原始信号。 这是之前的画面。 绘制我们的原始信号。 一个图例,已澄清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的标题,介绍图表。 这个紫图展示了我们的过滤信号。 如果你愿意,这是之后的画面。 用红色绘制我们的过滤信号以形成对比。 另一个图例,以清晰交流。 标记我们的X轴。 时间是我们信号演出的舞台。 标记我们的Y轴。 阵幅是我们信号声音的音量。 最后,我们展示了我们的杰作。 图表被显示出来,展示了过滤的魔法。 我们刚刚见证了程序的运行并查看了结果。 如果您觉得这有用并且喜欢这个内容,请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并与可能受益的其他人分享。 如果您需要更深入的支持或工程顾问服务,请访问eProgrammer.com。 期待在下一个视频见到您。 请订阅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